我比较怕疯 我们十月份要讲一个主题 就是不拖延的一个人生 我想拖延病 现代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有时候我们是因为 害怕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不想去面对 拖着摆着 有时候我们是有些事情 感觉不喜欢很讨厌 所以我们就宁愿花时间去做 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 不管你是属于很害怕的那一类 还是属于不喜欢的事情 会让你摆着 放着 拖着 今天的信息希望可以帮助你 今天我们要来谈立即行动 用信心来冲一波 可以给我投影片 我们要成为一个 有信心的行动的人 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 信心的榜样 他们被上帝呼召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行动 今天我们就要破除拖延病 破除我们生命里的恐惧 那些让我们讨厌的人事物 我们要跨过去 什么是立即行动的一个信心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定义 立即行动的信心是什么呢 对神的应许 有坚定的信念 在神启示 或指示你的时候 你就立刻用信动来回应 不拖延 或者等待外在的保证 这种信心不是等待结果可见 才开始行动 而是基于对神的信号 踏出信心的一步 所以我们对立即行动的一个信心 我们这样的一个定义 你对神的应许 有坚定的一个信念吗 有时候我们都希望 神可以很明确地指示我们 我们再来做一些事情 相信我 有时候神很明确地指示你 你开始行动了 你会发现 主啊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是不是我会错意了 甚至有时候会充满一些不舒服 甚至后悔 甚至埋怨 甚至觉得 神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但神渴望我们更多时候是怎么样 明白清楚祂的应许 就开始行动了 即便你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你都等到了上帝清楚告诉你 你都开始行动 你都有可能后悔 你都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觉得 怎么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上帝喔 祂不要我们都清楚了才开始 很多时候上帝要我们 明白祂的应许的时候 就先开始 你说什么叫做上帝的应许 什么叫做上帝清楚地告诉你 很多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不清楚 不明白 不熟悉 不掌握 所以你就没有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里面有无数上帝的应许 神的话语里面有上帝无数的要求跟命令 当我们对神的话语都一无所知 没有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干等 我们就只能在那边等着神 能不能很明确地告诉我 有时候神出于怜悯 神会很明确地告诉你 但多数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跟朋友反应 为什么我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呢 因为神的声音要透过神的话语告诉你 透过圣经告诉你 但是你没有在读圣经 你就没有神的话语 你就没有神的声音 你就没有神的指示 有时候神会出于怜悯 祂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指示我们 但多数的时候神希望 每天跟我们有美好的关系的保持 每天都在祂的话语 就是圣经里面 把祂的应许告诉我们 当神把祂的应许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这个启示或指示 我们就立刻用行动回应 不拖延不等待外在的结果 这种才叫做即刻行动的信心 前两周我们台北刚过完13周年 我们启动了一个认线的计划 认线就是通常是一段时间 它可能不是这一次 某某你有没有感动 可不可以为我们认线的目标来奉献 它不是这样 它通常是一段时间 过去我们的经验都是用一年 来做这个认线的一个计划 跟邀请继兄姐妹 透过金钱来投入 我们认线的目标是一个 扩堂的计划 我们台北的教会 因为孩子的空间非常的不足够 爱因教会 台北的爱因教会是一个对孩童 非常不友善的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希望扩充这个孩童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在13周年 我们启动一个认线的计划 它是长达一年的 为什么长达一年呢 因为一年当中 我们可以持续地在一个信心的目标里面来投入 并且经历上帝的供应和祝福在这个当中 当然如果你心里觉得做难的 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说 不要勉强 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 但如果上帝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有一个目标 甚至有一个数字 我们就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 勇敢地投入 即便你现在没有 你知道那天13周年结束 就有一个弟兄 他就跑来 他就找小米牧师 他就说 小米牧师我有认线一个目标 哇 那个金额很大 然后他呢 把他拉了一个 这个很长的一个认线的一个目标 其实我们认线是一年 但他认线那个时间长度比一年还长 但是他的金额真的很大 他就说 这是我认线的金额 因为他心里有这个感动 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动 如果你对神的应许 有坚定的信念 当神感动歧视你的时候 你就会有立刻信心的行动的回应 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神说少种了少收 多种了多收 这话是真的 这句话不是在讲 怎么样花花草草 怎么样盆井植栽的一个种植的技术 少种了少收 多种了多收 这句话讲的是 在信心里面你所栽种的 神就会在信心里面回应你 很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个应许 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感动 在金钱的奉献上 回应上帝的话 那你就来经历上帝的应许 多种的就多收 我相信这位弟兄 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 是因为他里面有这个应许和感动 他觉得为神的国所栽种的 就会在神的国有所收获 我相信可能是这个家庭的意象 这个为我们的下一代培育 并且有这个足够的空间 让他们可以在这边成长茁壮 这样的印象 那印象感动了他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对神的应许有了解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应许 也没有坚定的信念 很多时候我们找了很多的理由跟借口 等待神很明确的指示 那很可惜 保姆必须告诉你 这个不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定义 你并不是一个立即行动的一个信心 你可能是在等待结果可见的时候才行动 难怪圣经说不出于信心的是罪 愿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就要来启动这个信心 这是一个对神信靠的心 你就愿意行动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对未见的事有确据 未见之事 所以你不是等待结果可见 信心就是对未见之事 心里觉得很踏实 所以身体没有灵魂死的 就好像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信心跟行为永远都要在一起谈论的 永远都要在一起谈论的 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为什么我们对于事件或目标 我们常常是脱离 逃离或者是拖延 我们没有信心去行动去回应呢 这里讲到拖延恐惧完美主义 这一次讲到拖延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我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宋牧师昨天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他说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其实我们台北跟台中的信息都是一起讲的 这个礼拜其实这是宋牧师的信息 他知道昨天晚上十点才给我 怎么笑呢 下次宋牧师来的时候 大声地指责他不可以这样对待教会 他说没办法我也有拖延病 他说我上礼拜天讲完道的时候 他不是在这边讲失败吗 他说我上礼拜天讲完道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构思 我接下来就是今天这个礼拜天要讲得到 我昨天晚上在听宋牧师讲 我心里真的觉得 不好意思对老板这样说 你上礼拜就想了 你干嘛要等到昨天晚上十点才给我 他说没有办法我有拖延病 好啦我原谅他因为我也有拖延病 有时候是我跟小米牧师要共用一个信息 他也都要等到礼拜六才会得到我的信息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拖延的一个毛病 我们不是拖延我们就是逃离 面对事件和目标 有没有一些事等着你去做呢 可是你只不愿面对 你做了很多喜欢的事情 那你就把你讨厌的事情摆在一旁 有没有一个目标呢 已经快到年底了 该不该为2025设立一些目标呢 每年一年初我都会设立目标 每年年底我就会发现 我需要为新的一年再次设立目标 这个目标也有拖延也有逃离 为什么呢 我相信我也希望今天的信息 就是要帮助这样的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拖延 因为罪人的本能的正常发挥 就是拖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人都是好意勿劳的 我们都喜欢享受啊 我们都喜欢躺平啊 我们每天可以爽爽的追剧 就不要起身啊 对不对 这几天连续的放很多台风廉价 对不对 许多的爸爸妈都很痛苦啊 因为说要一天煮三餐给孩子吃 太痛苦了啊 对不对 如果能够躺平追剧 什么都不要做 或者你起来的时候 只要做你喜欢的事 这样多好啊 这不就是罪人的正常发挥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性啊 没有办法抵挡 就像地心引力一样 这个投影笔如果棚木一放手 他就是会往下掉啊 无法抵挡 你要用的意志 你要靠神的能力和恩典 来抵挡我们这个罪人本性的正常发挥 拖延啊 第二个让我们拖延跟拖离 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 因为恐惧啊 因为怕 因为怕就不要做 因为怕就无法前进 恐惧是信心和行动的杀手 当你害怕的时候 你就会被魔鬼瘫痪 魔鬼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谎言跟恐惧啊 这是一体两面的 有时候你害怕的事情 不一定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起人怎么样 他忧天啊 他忧天 他下来 但不会发生 也没有发生 而且可能他有生日年也不会看到 但是他就非常害怕 害怕的时候你就无法行动 你就被魔鬼瘫痪了 魔鬼会在我们的恐惧里面 放下很多的谎言 那个恐惧就会不断不断不断地放大 你要抵挡你生命里的恐惧 刚刚阿德说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上个礼拜就有点不舒服 有时候偶尔我会在信息里面 跟大家分享 讲到我去年心脏病的见证 我这几周又有那种感觉 有点回来了 就觉得蛮压迫 今天特别不舒服 不过我有看病 别我有担心 我今年一直在生病 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但是呢 我都一直很乐观 我年初的时候 两次肺炎 不是COVID 但就是肺炎 我就住院 都住两个礼拜以上 很久 我没有住院住那么久 虽然我很多医院的经验 然后我连运动都受伤 可是也不是跟人家撞 也不是跟人家拐 也不是摔倒 也不是扭到 就莫名的打球的时候都很好 回家的时候就发现 手不能动了 是怎么回事 而且都是很久很久 我们这个年纪 受伤都很慢 我一整年到现在 最近开始 心脏就觉得很沉重 其实我讲话都上气不接下气 我上礼拜讲道的时候 我到第二堂在台北 我讲完 我第二堂已经没有办法唱诗歌 我回音诗歌 小明牧师帮我带 我很不舒服 本来我这两个礼拜都有点 就心情有点低落 我这一年都一直在生病 可是我都一直很乐观 我都觉得一定会好 一定会好 这没事 不舒服也没关系 一定会好 我那种不舒服都是 我那肺炎是快死掉 呼吸不到 我那时候还在日本的机场 我一到桃圆机场下飞机 我就直接开 车子就把我载到急诊室 我就连续住院 可是我都没有 我都很乐观 我都觉得一定会好 一直到这两个礼拜 我就开始觉得 主啊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已经十月了 一整年 一整年 哇 我就有点低落 我甚至有点觉得 主啊 我是不是要多找些时间 跟老婆小孩 做一些快乐 有开心的事情 不然会突然的 突然的 这怎么样 怎么样 但奇妙 我下礼拜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想到了 我下礼拜在信息的时候 我也很不舒服啊 可是我第一堂讲到后面 我唱诗歌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很喜乐 我就突然觉得很有信心 我就突然觉得 神的灵好像充满我 今天我在带会前祷告的时候也是 其实我根本没有力气 我上气不去下气 而且我觉得我头都一直昏昏的 就血氧不太足 可是很奇怪 我今天早上也是 在带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 神的灵充满我 我就觉得很喜乐 很享受 包括现在 我在讲什么 其实我这两个礼拜 有点悲观 会有那种死亡的恐惧又临到我 我已经很久没这种感觉 我去年年初心脏病的时候 有一阵子会那样 觉得我乌云密布 觉得每一天都要当最后一天再活 但也不错 那个人生观会完全改变 我觉得我去年还蛮充实 我今年也蛮充实 但我已经没有那种乌云 很久没有 这两个礼拜又有 但是我觉得神又再次充满我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礼拜还蛮开心的 还蛮开心的 而且拖这个台风的 也放了两天假 很开心 跟老婆还一直在一起 我都一直很开心 我今天蛮不舒服的 但是我觉得早上祷告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很有盼望 我在讲什么 恐惧 你不要害怕 魔鬼就不能把你怎样 你不要害怕 魔鬼就不能把你怎样 求神把我们里面的恐惧挪去 你对神要有信心 神是爱我们的 无论生 无论死 无论刀剑 无论逼迫 无论是魔鬼的权势 属天属地的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 在什么样的情况里 你都可以靠着有信心 有盼望 有喜恶 真的 真的 好死不如歹活啊 神在充满你的时候 不论什么样的情况 你会觉得有力量 人的一生不知道长或短 我早上才收一个讯息 我们台北教会 我们一个夫妻的小组 又要为他哥哥祷告 哥哥肝癌末期 哥哥才48岁 肝癌末期 水肿 整个人100公斤 家人也没有办法服侍他 不能睡 不能做 不能吃 太痛苦了 一整天只能吃一两口木瓜 全身都在痛啊 48岁 48岁 我下礼拜要去一个弟兄的店里祷告 他们店里的店长刚过世 我不算是意外还是心肌梗塞 年轻的妹妹耶 三十几岁 漂亮亮亮的 还带来我们教会 我还为她祷告过 我记得 为她接店里做洁净祷告 年轻耶 也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年日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神特别来提醒我们 每一天都当作见主面的那一天 开开心心的为主而活 这个很重要 不要让恐惧抓住你 恐惧就是信心和行动的杀手 完美主义是行动的牢笼啊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完美主义啊 我们上礼拜 上礼拜聪明师应该有在这边 跟各位一起分享 我们要追求的是better 更好 而不是the best 很多时候完美主义告诉我们 你要最好啊 没有到最好 你不用动 不用一动手 不用到最好 没有行动 没有到最好的那个把握 就一直在那边等着 等着时机都过了 等着你该学的功课都过了 等着你本来可以成就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成就了 因为有一个完美主义叫做the best 那个东西捆绑着我们啊 每一天都进步 对自己说我每一天都有进步 对得起上帝 对着自己的良心就好了 追求better 每一天都有进步 这个很重要 因为完美主义是行动的牢笼 他会让我们一直等 一直等 保罗说我愿意的善我不做 不愿意的恶我反去做 求神帮助我们啊 我们所不愿意的拖延 恐惧完美主义 求神都为我们破除 让我们愿意为主来行 为主来做 所以接下来彭彭要跟你分享 这个即刻行动的 立刻行动的一个信心 我们到底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第一你要认识你内在的力量 有三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这三个分别是动机 自尊自信 Motivation Self-esteem Self-confidence 动机 它是你内在的一个动机 有一个 追求你的一个力量 有一个牵引你的力量 有一个力量在push你 你要往前啊 这个力量是什么 其实我们生命里最大的力量 就是爱啊 爱就前进 不爱就放弃 感谢神 我们的神就是爱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都除去了 一个内里有神的爱的人 死亡都不能叫你害怕 一个内里没有上帝的爱的人 什么东西 风吹草动 都让我们紧张兮兮 害怕得不得了 动机 你的Motivation 如果是爱 是上帝的爱 你就会勇敢地前进 创世纪二十九章这里讲到 雅各就为了拉杰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爱拉杰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雅各为了他所爱的 他就服侍了拉杰的老爸 拉班 服侍了七年如同几天 圣经讲到的不是七年 哇 生不如死 每天都好痛苦啊 我们当中有人每天都度日如年 好痛苦啊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 我的人生里面曾经有几个阶段 我觉得好痛苦啊 度日如年 觉得那个 哇 暗无天日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黑暗啊 完全摸不着头绪的那种痛苦啊 但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爱 有上帝的爱 你就有动力 你就能够前进 甚至像雅各一样 他前进的力量是 超光速一样 所以他才可以怎么样 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 已经超越时空的限制了 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 当然雅各这里是对拉结的爱 最大的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啊 但其实这个道理 没有信耶稣的人也懂啊 你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有前进的一个动力啊 我喜欢运动 我喜欢打球 就有前进的动力啊 这两个礼拜不舒服 还是都会去运动 你知道台风天我都会去运动啊 台风天我都会跑到那个 台北那个新生桥下 没有下雨的地方去运动啊 因为我热爱这件事情 你热爱你就会前进啊 我连在肺炎住院 我每天都打点滴 然后呢 大概三天会换一次 他会换位置 每次那个护士来 点滴要拆下来的时候 我就说 稍等一下 我要请假 请假三五个钟头 我是那种可以跑出去的病人 他都会让我请假 我就跑去运动一下 回家洗个澡 又回去医院 他会帮我重新插上点滴 我都这样 因为住院一阵子 就有一些经验 可以抓住空档去运动 你喜欢就有动力啊 什么是你的热情 什么是你的追求 我们的生命里要充满热情 亲爱的 生命里面充满你的挚爱 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一件兴趣 可能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可能是某一个要完成的目标 生命里面没有热情的人 是很可怜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我要讲 亲爱的 你要有热情 如果你没有 你要跟神来祷告 你说神啊 为什么会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一点热情都没有 这是有问题的 上帝不要我们行尸走漏 你这样子歹活不如好死啊 亲爱的 上帝不要我们行尸走漏的活啊 也求神帮助我们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挑望我们 点燃我们 让我们对各样的事情 都要有热情 你对你身边的人要有热情 对你的家有热情 对侍奉有热情 对传福音 世上的灵魂有热情 对你手中的工作有热情 亲爱的 不只是你啊 我也为我自己祷告 有时候难免没热情 有时候难免抱怨 有时候难免不开心 有时候难免觉得 我干嘛啊我 但你要祷告 神啊帮助我 一个有信心有行动的人 第一 他们有动机 那可以启动里面的信心 你知道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 常常信心讲的都很虚无缥缈 你有没有听过你的牧师 你的教会告诉你要有信心 你不可能没有听过吧 你搞不好听了三年五年 十年十五年都有 你知道怎么有信心吗 我们听了十年了 还是不知道 主啊我怎么要有信心啊 今天这里你要好好听啊 这是启动信心的关键 昨天晚上 松木师在跟我们review信息的时候 他一直说 我好想讲这个 我好想一整堂信息都讲这个 我心里都为他捏一把冷汗 为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 捏一把冷汗 松木师超时大王 你知道吗 随便一讲 两三个钟头就过去了 没有我开玩笑的 他说光这一怕 我就想讲好久好久 主啊 千万不要天荒地老 但这一怕真的很重要 他讲到一个启动信心的 一个三个重要的关键 第二是至尊 self-esteem 从过去的经验总结 定义我是谁 诗诗记六章这里讲到一个诗诗 它叫积淀 他说主啊 请容许我说 我怎么能拯救以色列呢 看啊 我这一支在马来西之派 最贫寒的 我富家是最为侠的 积淀是诗诗记里面的其中一位诗诗 诗诗就是当时的一个政治军事的一个领袖 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一种部落生活的一个形态 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 他们都是各地兴起的一些 我可以说叫做部落的领袖好了 这样你比较能够理解 诗诗就像这样的一个角色 通常都是神的感动领导呼召他们起来 积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你想象一个领袖 我们会怎么去投射你对他的印象呢 领袖当然很有信心 很有远见 很有能力 而且怎么样 非常的勇敢 而且怎么样 很会领导人 可是世诗 积淀 压根不是这样的一号人物 积淀是一个非常没有信心的人 非常胆小害怕的人 非常不适合做领袖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怎么样 非常没有背景的人 人家有的都是背景 积淀有的只有背影 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 怎么做领袖 为什么他没有背景 他是马拿西支派的 马拿西支派 十二支派里面 小拇指 最小的 马拿西支派里 他还是里面最平寒的 这是什么跟什么 而我的富家 又是这个最平寒的 这个小群体里面怎么样 最为小的 人家有的都是背景 积淀有的只有背影 怎么那么的可怜 所以积淀就是一个不适合做领袖 我们看到什么 积淀的自尊是非常低落的 自尊跟自信 有时候我们会搞不懂 不管从中文和英文 我们都没有很清楚去定义它 常常把它混为一谈 自尊讲的是从过去的经验 来总结定义自己 积淀对他的自我定义是非常低落的 我就是不是个领袖的料 我们在教会 我台北教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弟兄 你要起来做领袖 不要让教会怎么样 阴胜阳衰 不是 不是阴胜阳衰 不是姐妹的错 是弟兄的错 阴胜阳衰 是因为阳太衰了 显得阴很胜 所以不是姐妹的错 我特别跟我教会 因为我在带弟兄小组 跟弟兄说 你要起来做领袖 彭目我不行 彭目我不敢 彭目我不会 彭目我不想 其实我心里都已经 把他每个人抓起来 揍一百遍了 但我都说 加油啊弟兄 你要勇敢啊 神会帮助你 我心里都已经 把他痛揍一百遍了 死小孩 你现在在跟我讲这个话 痛恨 痛恨心里的软弱 亲爱的 积淀就是这样 为什么 我不会 我不能 我不敢 所以我不想 我怕丢脸 我怕出球 每一个领袖 都是学习过来的 很少有人是天赋异禀 就是一个领袖的料 即便说牧师 我很敬佩他 他也常常跟我们分享 说到他以前 多么不堪的样子 哇 他讲起来 我们就真知道 哇 真的是不堪到了一个地步 你都觉得他都可以 我都不能不行 每一个领袖都学习过来的 只有很少数很少数的人 他们天赋异禀 他们家有的不是背影 是真正的背景 很硬很扛的 他们天生就放在领袖那里在学习 那是少数人 我们都是学习过来的 不要讲松木师 讲我就好了 火热教会这里 好多人认识八年前 十年前的棚木 对不对 多么的不堪 对不对 私底下我都给他们风口费了 今年我说四月 我们就要回来火热了 每个人我都红包包好了 不要跟任何人提到 十年前的大鹏传道的样子 开玩笑的 这很不堪 心里的很软弱 常常觉得 哎呀没经验 这个我也不会 那个我也不会 对不对 但是学习过来 十年以后 为什么还有脸回来火热教会呢 因为觉得 十年我也学了一些功夫 过去有些力不从心的地方 今天可以好好来整顿一下 今天可以好好的史上力 我很爱我们台中火热教会 我觉得以前自己力有未带的 现在觉得很想奉献自己 真的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 每次回来台中都很开心 过去的经验常常会限制我们 过去的经验常常让我们有一个 软弱的自尊 但神可以医治我们的过去 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 即便你的过去有多么的不堪 多么的羞愧 神都可以让这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你不要在过去的这些谎言跟咒诅里面 有些人活着很黑暗 你靠近他 你就觉得 哇他真的有一个乌云 有没有 好像樱桃小丸子里面 有一个角色叫什么 野口是不是 靠近他说 哇 真的那个乌云就笼罩你了 你不要做那样的人 神会为我们拨云见日 神是用笑脸光照我们的 亲爱的 你要抬头仰望 神用笑脸来帮助你 过去一年我生病 那时候很软弱 但神靠着神的恩典就走过来了 多棒 我现在最喜欢讲这个见证 逢人就讲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软弱 过去的经验 不能捆绑我 不能限制我 主啊 这个过去的软弱 靠着主的恩典 得到医治 得到恢复 得到刚强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求神帮助我们 过去都不要限制你 甚至过去里面的经验 当神把它翻转的时候 让你有全新的角度 跟眼光去看待的时候 你会从那个当中得到力量 那个力量是 不是装出来的 不是演出来的 生与死都不能把你夺去的 强大的生命的力量 自尊 自信 以自身的能力来看未来 期待我是谁 过去不能限制我们 未来更要有所盼望 撒末尔记十七章这里 这也是我们 这个月份 我们要一起读撒末尔记上 所以要跟上教会的读经进度 大卫又说 耶和华借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他必借我脱离这非诗人的手 扫末尔记大卫说 你去吧 耶和卫与你同在 这个是以色列军队跟菲利斯军队 两军对垒的时候 在最违级的 最前线的前线的前线的那个时候 大卫请英上阵 大卫那时候只是一个小木桶 他还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 但他跟少罗王说 都没有人敢 我敢 我靠着万军之一而华 我可以去击倒那个菲利斯人 哥利亚 那个巨人 我可以 过去神怎么带领我 脱离了狮子和熊的爪 你看到他的至尊 开玩笑 我是在狮子和熊的爪底下 存活的男人 开玩笑 我是被心脏病都无法击垮的男人 我都跟我弟兄姐妹这样讲 尤其当我在球场上 一步过掉他的时候 弟兄只能原地 望求星探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 打一下嘴炮 开玩笑 我倒会说 我是脱离狮子和熊的爪的人 他有一个至尊 他的过去有 倚靠神得胜的经验 他更有一个自信 他必救我脱离 这菲利斯人的手 他不只回顾过去 他也展望未来 过去能够 现在也一定能够 这个哥利 你们都不敢 我不只敢 我还一定能够得胜 我把他像打猫打狗一样来打一样 这是大卫的信心 我今天身体算有点不舒服 但我一服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神与我同在 我有信心 过去两周有些负面想法 这个礼拜都没有再出现过 我有信心 我要依靠主 我要依靠主 我们也是 你要有自信 耶和华神必怎么样 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 其实启动信心 就是这三个关键 你有没有爱的力量 让神来充满我们 等一下我们一起敬拜祷告的时候 祷告神来来充满我们 神来不是虚无缥缈的 神来充满你的时候 你会很喜乐 很有盼望 很有信心 很有力量 然后祷告神来医治你 你过去一切的伤害 特别我们当中 有些人乌云密布的 你过去一切的伤害 神要医治你 今天就把它交给主吧 在你的伤害里面 截取神要给你的养分 神要给你的力量 神要转化你的眼光啊 宝木生命里有很多的伤害 有伤害我的人 有我不能放下的人 有没有一些人 有没有一个人 你想到他 你就觉得 哇 他今天如果在街上被车撞死 我很开心的 哎呀 太恐怖了 身为基督徒怎么有这种想法呢 哎呀 宝木心里有这样的人啊 真的被伤得很重 神要医治我们 有一些你需要放下的 你要把它放下 自信 主啊 让我们对未来 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看见 主啊 由你带领我 进到那个未来里面 是充满盼望的 但愿那死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 靠着圣灵的能力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这是罗马书那边 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但愿死人有盼望的神 因着我们的信心 祂就把诸般的喜乐和平安 充满我们 使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这叫做自信 你我都是神最爱的孩子 即便你在挑战跟艰难里面 即便我身体不舒服里面 我们都是神最爱的孩子 有时候你觉得 神啊你是不是丢弃我 神啊你是不爱我 神啊你是不是不在这里 都是谎言 都是谎言 神就在这里 神爱你 神与你同在 神要赐恩典给你 你永远都不能放弃 相信神的爱 你我都是神最爱的孩子 而且你我都要充满 神同在的能力啊 保罗说知道怎么处悲贱 怎么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任何事情 任何情况 我都得了秘诀 保罗说他得了秘诀啊 我觉得我常常在身体 最软弱的时候 我觉得哇 我好像 好像摸着了一点 就是那个秘诀 保罗讲的 真的 当你得着那个秘诀的时候 你会觉得 环境里的这些艰难跟挑战 他不能杀死你 那不能杀死你的怎样 还不如直接杀死我 不对 那不能杀死你的怎么样 一定会让我们更强大 亲爱的 你一定要更强大起来 所以保罗说怎么样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 怎么样 凡事都能做啊 亲爱的 这不要成为你生命里的口号啊 这就是神的应许啊 当你拥有神的应许 即刻行动 不要等到结果都可见的 才要开始 时机都过去了 立即行动的信心 就是一有神的应许就怎么样 即刻行动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啊 阿们 第二 提升立即行动 具体的做法 我们刚刚讲的信心 我们接下来讲行动 这些你一定不会不晓得 第一 设定明确的目标 耶稣说 你们哪一个要盖座楼 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 看能不能盖成呢 耶稣说 你们要打一场仗 不先坐下来计算兵力 要不然不赶快投降吗 这是耶稣讲的 不管你的目标是要盖楼 是要打仗 明确的目标 底下是明确的计划跟步骤 盖楼要计算花费 明不明确 打仗要计算兵力 明不明确 你的生命里有目标吗 鼓励每一个神的儿女 你都要有目标 不要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不要每天吃饭 睡觉 追剧 上班工作的时候 行尸走肉 教会侍奉的时候 这叫做 什么成语呢 好 算了 教会侍奉的时候 不要就是把事情做完 每一次侍奉的时候 都要求神的灵感动你 神的灵使用你 充满你 每一次侍奉的时候 都带出耶稣的同在 在最小的岗位 你都可以带出 最美好的侍奉的果效 不是吗 很多人行尸走肉啊 那你活着不如不要活啊 对不对 我们这些很想好好活着的人 分一点生命气息给我们 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刚刚看我们那个姐妹传 去真的是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说到她的哥哥 48岁肺癌 最末期 她说我都不知道为她祷告 她好好赶快走 还是活下去 不知道怎么祷告 心里很沉重 但她最后热热灯 最后一句话说 可是我哥很想活下去 好好的活啊 好好的活 鼓励神的儿女 你每一天都要有目标 有目的地而活 为着荣耀神而活啊 你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啊 你在工作 你在家庭 你在侍奉 你在身体的健康 连运动都要有目标啊 打球也不是随便打的啊 我年纪都这么大了 对不对 跟我们教会的青年打球的时候 技巧不一定比他们好 体力却不一定比他们差啊 对不对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运动 我都有运动的目标的 每天投球 投进至少150颗 每个礼拜 我至少四次运动 我每次运动 至少一个小时 而且我都有一套课表的 我每一次投篮不是定点 我有自己一套课表 最近又加入一些重量 我去买了一颗重量球 1.5公斤 大概是一般篮球的两倍 干嘛 练运球啊 要特别的花式 年纪大了 只能耍帅 所以要把帅气度给练起来 最近也加入一些练腿的一些力量 我们做每件事情 都是有目标的 我常常跟我台北的弟兄姐妹讲 我说你们运动是运动 我运动是要活命的 我跟你们的目标 目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特别认真 我鼓励弟兄姐妹 在这个之前 我从来没有认真运动过 我至少八年到十年 都是点缀式的运动一下而已 跟弟兄约球 大家去happy一下而已 我是一直到这两年 这个是什么 谢谢 我是一直到这两年 真的是 人都是 都是被逼到一个绝境 才会有所醒悟 这也蛮可惜的 但是你就是要有目标 有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很明确地定定一些计划 去完成它 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设定明确的目标 第二 创造合适的环境 约翰福音六章 耶稣知道他们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耶稣的目标明确吗 耶稣的使命明确吗 耶稣每天几点起床 几点睡觉 做哪些事 有没有计划 有没有方向 有没有时间表 有没有安排 当然在耶稣的时代 我们看圣经 就没有留下 耶稣的美洲计划给我们 但我相信耶稣是有的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走遍加利利 耶稣是非常有目标的 耶稣三年半 把他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干完了 亲爱的 给你三年半 你完成什么 学生都是三年三年 一个周期 国中过完了 高中过完了 大学多一点 比三年半多一点 四年过完了 亲爱的 你做学生的时候 你每三年完成了些什么 我没有责备你 因为我回顾我的过去 哇 天哪 真的浑浑噩噩 这个把生命都浪费掉 可是当目标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 我要考差大的那一年 我们当中很多 跟彭牧很熟悉的 大一的时候 我被二一退学 从台大退学 丢脸死 所以又花了一年考差班大学 那一年就很拼 因为太丢脸了 无法承受这个后果 我的父母都不认我这个孩子 把我赶出家门 太丢脸了 所以那一年就一年当三年用 非常地拼 感谢主的恩典 就考回台大 擦班考试 你有目标非常明确 你就可以前进 在那个之前的高中 那个之前的国中 还有那个之前的大学 被退学的那一阵子 都非常浑浑噩噩噩 回到这里 创造合适的环境 耶稣是非常目标 有行动的人 这里哪里看到他的环境 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 连耶稣这样的人 他都需要非常地专注 focus在他的目标上面 否则他就不知道 被人群带到哪里 他们强逼他做王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 都是被定义的 我们的人生都是被安排的 我们的人生都是不自主 不由自主的 你这样不是很可怜吗 你被公司的打卡安排 你被家里各样的 繁重的任务家务安排 你被你身边的人的需求安排 很多人都说我太忙了 我没办法 讲到运动 我们台北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比较年轻 我都鼓励他们要运动 不要到棚木这个年纪 他们都说我没办法 我心里都觉得 你最好没有办法 但其实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讲 就觉得很可惜 讲不听 跟我一样讲不听 其实我们都有办法 我现在比十年前更轻松吗 更有时间吗 更爽吗 完全没有啊 我比十年前更累啊 更没时间啊 责任更多 压力更多 更多不爽的人事物在我的生命里啊 但是十年前我没有时间做的事 我为什么现在有时间做呢 因为我不让这些纷纷牢牢 来限制我 我为自己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 我必须很专注 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 我要运动没时间啊 没有环境啊 下了班累了半死 怎么运动啊 跑到操场 晚上灯打开 夏天 夏天要运动人 打球的人 都是等晚上啊 谁会白天大热天的去运动啊 没有场地啊 人多啊 打什么球啊 运什么动啊 所以我要为自己创造环境啊 我就开始提早 晚上不行我就早上吧 早上呢 有一阵子我们都比较弹性上班 因为有时候我们晚上工作都很晚 晚上也有聚会 线上也有聚会 实体也有聚会 小组也有聚会 祷告也有聚会 探访也有聚会 晚上很晚啊 所以有时候早上就比较晚 进办公室 十点 那那个时候运动 就可以排八点 送完太太上班 再去运动 然后突然呢 松木师就下达一个命令 就说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工作不行 工作时数太少了 以后你们全部都给我九点以前 进办公室 大家心里都有很多OS 但你不能跟老板讲 这就是生命的困境啊 对不对 不对 我在讲什么 我一定是头有点昏了 血氧不足 血氧不足 他们都忘记 看这个东西 你们都忘记了 忘记我刚才讲了什么 怎么办 继续为自己创造环境 我就更早起来 我七点不到 我就到球场 对不对 Coby Bryant 见过四点的洛杉矶 棚木见过六点的台北市 好像也没很早 讲的一副 跟你们比起来很早了 你们哪一个七点以前运动的 跟你们比起来很早了 对不对 我就六点多就到球场报到了 我运动完了七点多而已 回家还可以洗个澡 我发现更有精神 而且我还在公司上班要求的时间 之前我就抵达 我都变成每天都最早到办公室的 很开心 我觉得原来我可以这么早起来运动 而且还可以精神异议 面对每天的工作 你要为自己创造环境 亲爱的 你不要大家都来强逼你做王 大家没有强逼你做王 大家强逼你做奴隶 你不要做公司的奴隶 做时间的奴隶 做家人的奴隶 做这些推不开的事情的奴隶 你自己要做自己的主 为自己创造环境 参与信心的群体 我们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这是讲什么 教会啊 教会是信心的群体 我觉得大叔要运动很棒 我本来都不看好这群大叔的 应该七月开始了 八月 我想这应该八月就消失了吧 九月就不会有下一梯了 他们只定一个月 一定是只敢做一个月 我心里都呃死 哇 十月了 十月了 而且我发现不只有大叔 大姐们也加入了 亲爱的 小子也加入了 小子都做最后那一排的 我常常在照片上都看到他们 不要让这个名字限制我们 参与信心的群体 自己动不起来 大家一起动 很开心 而且我们维心老师带的 新手友善 真的新手友善 徒手运动 这变成你的习惯 连你在家里面 只要十分钟你都可以运动 这个很棒 台风天下雨的时候 我肺炎的时候 还有我手 今年六月 手指打断的时候 我在家都会做自主的运动 因为我说不行 我不能下礼拜 跟我弟兄打球的时候 体能就衰弱了 我会自主运动 我还买那个弹力带 都会在家自主 徒手的运动 参与信心的群体 你自己动不了 大家一起就可以 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要做信心的群体 活乐教会 不要大家在一起取暖 我们传道人最讨厌的 就是带一个小组 就是取暖小组 我最讨厌带这种小组了 你们要取暖 干脆取消算了 你懂吗 你懂我意思吗 不要每天 我很讨厌一个小组 然后这个人一分享 就是分享三十分钟 然后你发现 他每个礼拜 都在分享那件事 他每个礼拜都不开心 他每个礼拜都在抱怨 他每个礼拜 在祷告事情都是一样 不要做一个取暖小组 活乐教会 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心的群体 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软弱的时候 可是信心的群体是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被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然后怎么样 彼此相顾 然后怎么样 信心的火就会挑望起来 彭幕身体不舒服 我们当众人身体不舒服 你听我分享 你不会觉得比较盼望一点吗 你不会觉得你自己还不错吗 要感恩 不论什么情况 我们都要分享彼此信心的礼物 恩膏 上帝才会祝福在我们当中 这叫信心的群体 自己一个人走走得快 但走不远 走不长 信心的群体在一起 大家一起奔走天路 这很重要 立即行动的具体做法 环境 目标 好朋友 改变命运 缺一不可 真言说道 与智慧人同行 必得智慧 愚昧人作伴 必受亏损 愿主祝福我们火热教会 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 蛮有智慧的人 我们可以彼此喂养 彼此供应 彼此扶持 彼此打气 彼此给力量 神的团体 神的群体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 灰头土脸的 垂头上气的 这个软弱无力的一进来 患然一新 精神抖手 整个人变得不一样 这很棒 我超喜欢这样的 祝福我们火热教会 第三 立即行动信心 从今天 从一小步就开始 展开你信心的行动 很多 这里我们有举例 爱你的家人 每天付出爱心和关怀 打电话问安 在我生病以前 每天都跟老婆小孩吵架 在我生病以后 我就觉得 少花点时间吵架 台风天的时候 我太太要掀起战火的时候 我就说 好不容易大家在一起 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 惹别人的都可以讲风凉话 开开心心 每天都要付出爱心和关怀 这个夫妻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健康生活 开始一个简单的运动 不管是跑步 或者参与我们的大塑料运动 或者我们可能改一个友善的名字 火热新手运动 大家一起加入多好 我们不只有大叔运动 我们真姐也有我们运动的班 都很棒 在我们台北教会都一直鼓励要运动 我们这个运动风气已经讲了两年了 我们每一个牧师都在运动 都是拼命运动 我们克里斯牧师是健身房教练 而且他都是得奖项的那种 拿牌的那种 上衣脱下来 哇 都是吓死人的 肩膀都是我两倍宽的那种系列 谁敢不运动 我们台北教会都是把运动 当做一件事情在做的 我们甚至两年前 还有安排运动的聚会 我们门徒训练都要先运动 就是我们维新老师带领的 大叔话运动系列 每个月门徒训练之前 先运动半个钟头才开始做门训 所以门徒的流失就越来越大量 开始大量流失教会的门徒 开玩笑 开玩笑 上气不接下气 上气不接下气 不要笑 留下来都是刚强的门徒 所以开始一个简单的运动 从简单开始 我去年心脏病的时候 我就从很简单的开始 真的很简单的 我大概动一下我就不行 我胸口很痛 喘不过气 可是我现在体力非常的好 我可以一个钟头 强激烈的运动 打人球我都不会喘 勇敢地传福音 跟人分享信仰 今天就打个电话 约朋友吃饭吧 好不好 今天就打个电话 不管去关怀他 甚至跟他有机会 传到福音 有仪式的步道 都要循序渐进的 你要先关怀他 先跟他做朋友 今天就拿起电话 约朋友吧 参与奉献 学习慷慨的奉献 参与教会扩堂 这是我们台北教会的 你今天可以成为 一个奉献的人 如果你一直没有奉献的习惯的话 你今天可以奉献 如果你一直没有 十一奉献的习惯的话 你今天可以十分之一 或者你可以百分之一 总要有行动 跨出你的一小步 学习新的技能 AI画图 这是松木师讲的 松木师 我觉得我很敬佩他的 一个点是 他是一个 一直在学习的人 他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学各式各样的新知 到我们这个年纪 我今年四十六 有时候会觉得学习 有点力不从心 有时候会觉得 哇 这时代真的变很快 我们要不要就停在这里 你要学习 你生命有动力的时候 你就年轻 我常常看到我同年纪的人 或者我大学的高中的同学 不管是实体的见面 或者在脸书上 我都看到他们好老 真的 其实我觉得我很年轻 我都觉得 我跟我二十岁的时候差不多 就是头发 发色比较白一点而已 我真的觉得 我都觉得我没有变 我都常常觉得 我要不要再穿得更年轻一点 我这个礼拜二去 带复兴堂的男人勇士班 他们的传道人 跟弟兄都比我年轻 那我就穿了一个篮球背心 我就去 他说 哇 彭木 你怎么那么年轻 我心里就觉得你们怎么那么老 有些三十岁的人都很显老态 有些二十岁的人躺平的那个样子 那个脸色无精打采 我正在讲什么 火到老 血到老 松木斯是一个一直在学习的人 做他的员工 做他的传道人 不能不学习 不然每天都被钉得满头包 他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回到不知道 哎呀 叫小心了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学习 松木斯会AI画图 他会AI作曲 AI写歌 他一直都在学 当那个Chat GPT刚出的时候 他就说你们有没有用那个 我们都说我们没有 现在我们做什么都用 我们写文案 我们写教案 我们写计划 我们写奖章都用AI帮忙 今天你看到全部都AI写的 不是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真的是如有神助 真的 在我们的下一个世代 他们就是AI人工智慧原生种 他们一出生就有人工智慧了 现在被我们年轻的小孩 他们都是网路原生种 他们一出生的时候 他们的手机就没有按键 他们就是这样在过生活的 在我们再下一个世代 他们就是跟AI一起共存的 现在很多无言耸听 AI很恐怖很恐怖 那怎么办呢 你要怕他还是要学他 还是与他共存 还是与他相伴 还是使用他呢 活到老要学到老啊 我没有AI画图 但我都用AI企划 我办一个弟兄的活动 我会问一下AI 下一些指令 他会给我一些很棒的建议 我要在一些活动跟游戏的时候 我都会使用AI 连我要拍短影的时候 我要写文案的时候 我都会让AI帮我论稿 他会给我很多很棒的想法 学习 我今天不是说AI了 我今天说的是学习这件事情 活到老学到老 你就会很有活力 你就会感觉自己很年轻 交新朋友扩展社交圈 交新朋友也是要学习的 活了教会你认识几位 今天爱宴的时候 要不要跟你比较不熟悉的 打招呼 一起吃饭聊天呢 不要每次聚会结束 你就散人啊 对不对 色恐 很多色恐 教会里很多色恐的人 包括牧师也是啊 我今天不做牧师 我就色恐到顶啊 我最羡慕那些很色牛的 哇 天生的 像宋牧师很会交朋友 我都很羡慕他 我最讨厌去参加他的局了 你知道为什么 都给你 都给你 都给你就好了啊 你自己在那边开心就好了 我们干嘛去参加你的局 没有啦 色恐的人 你知道多色恐 棚目的人色恐啊 如果今天不是做传道人 我们干嘛跟你们做朋友 可是你自己跨出去 你觉得很开心啊 我认识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姐妹 我觉得很开心啊 我跟你们讲话 我觉得很开心啊 我认识你们 我觉得很开心啊 而且你们生命的养分 也成为我的养分 每一次有交流 有团契 有小组 有分享 就觉得很快乐啊 如果你今天很色牛的 拓展你的社交圈 主动有人交谈 拥抱原谅 原谅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面对你内心的感受 原谅不容易啊 放下不容易 你可以做第一步是 真实面对你心里的感受 彭牧刚刚不是说吗 有人让我很痛恨他到一个地步 我就觉得 哇 他如果今天 在街上被车撞死了 哇 我会很开心啊 心里会放石串鞭炮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这样的伤害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面对过啊 我有自己去处理跟面对 不是处理他啦 处理我的感受 我有很认真的面对过我自己 我也有很认真的在神的面前说 主啊 帮助我 我想放下了 我今天不会有这种感受了啦 如果他被撞死我会很难过 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我放下了 我有从那个伤痛里走出来了 如果你生命里有些这样的伤痛 基督教都告诉你要饶恕 这不容易 彭幕告诉你 先来真实的 诚恳的 面对自己的感受 神会帮助我们 这是第一步 放下忧虑 将忧虑交给神 你有没有祷告一分钟 你每天有没有祷告一分钟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吧 你不会连一分钟都没有吧 投入属灵的操练 每天读经 祷告 默想 加入读经计划 每一年的新年新计划 新希望都有读经 每一年到了Q4 第四季的时候都发现 都落了很大一步 你需要有督促你的伙伴 你需要有计划 今天就开始 10月才刚开始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读经计划 所以这里 来自入性一个广告 我们的读经计划 神的主权 人的顺服 请你扫描QR Code 或者你到YouVersion 圣经的App 你去加入 去搜寻这个计划 如果你想要跟教会一起的话 你就可以找我们的若云姐妹 她在那边 或者去找你的小组长 可以一起 在我们台北教会 我们每个月都会一起 推出这个读经计划 也跟我们台中的教会 一起同步 我们台北教会 都是小组一起 我都会看到 我弟兄的读经的内容 而且她每天 几点几分 开始灵修 App都会通知我 所以我都不敢 不跟上 但有时候还是会 没跟上 已经 这个不知廉耻到一个地步 传道人也把一切都放开了 不跟就不跟了 没有了 还是会尽量跟了 当有一个群体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容易怠惰 每天我都被我弟兄提醒 因为App会告诉我 今天某某某他在刚刚灵修了 我早上被提醒 我下午被提醒 我晚上也被提醒 然后这个App当超过一周 我如果都没有上去灵修 他会告诉我 杨大鹏 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灵修了 他就会再提醒我 你怎么能不行动呢 加入读经计划 这是很棒的一个行动的 一小步 让我们一起跨出这个一小步 最后 天父的爱与我们同在 他的爱使一切不可能化为可能 罗马书八章说到 即使这样 我们还怎么说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请我们的金卖团上来 难忘记 ため 我们好像 优优独立